今天我們去看看 零下酒區裡面 到底用的是什麼葡萄為主 在白葡萄方面 他們用了很多的 英國的Riesling 有少量的Riesling也有在這裡用的 另外還有就是Chardonnay Chardonnay是一個 英國的Grapes 所以很多人都喜歡使用這個Chardonnay 也是在零下這個區裡面不錯的 因為日照的時間夠 晚上又夠冷 仍然保持到一個挺好的Performance 但是最特別的一種就是Videll Videll是對於寒冷非常高抗性的葡萄品種 所以你看到在很冷很冷的地方 例如加拿大那些地方都有種Videll 在這裡也可以種到Videll 甚至沒有做到冰酒 所以這個也有一個挺特色的葡萄 在這個荷蘭山東陸那邊是可以做出來的東西 另外還有去到紅葡萄品種 就比較多元化一點點了 當年大部份很多的 我們叫International Grapes 都已經是存在的了 例如是Cablet Silvian Merlot Cablet Flan Pinot Noir 這些基本上都已經有在這裡了 但在這裡也種了一個比較特色的葡萄 就是馬斯蘭 其實馬斯蘭是一個cross brand 就是Cablet Silvian和Ganache 一起創造出來的葡萄品種 這個葡萄品種反而在這個地區裡面 種得非常有美 或者可以說它有很豐富的果性 但同一時間是很優雅 可以能夠比較上是持收的一種葡萄 所以比較上特色有一個品味 另外還有就是蛇龍豬 Cablet Ganesh 這個蛇龍豬本身 可能追溯的時間 可能見到屬於一個波爾多的葡萄品種 不過已經是很少 甚至基本上沒有在波爾多裡面發生的 但這個品種反而在這裡 種了出來一個比較都是比較遲收的品種 但對於抗凍的能力就不是太好 所以一定要討好 亦都會產生一個比較優質酸度的紅酒 然後到最後應該是一個很特別的葡萄 就叫做北紅 這個比紅 這個真正正是本身中國裡面的一個葡萄品種 這個葡萄品種為何在荷蘭山東陸會比較上受注意呢 就是因為這個是唯一一個葡萄品種能夠抗冷 甚至你不做土賣 它都可以能夠種植到 甚至不會凍死葡萄藤本體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上特色的葡萄品種 有這些葡萄品種之後 開始大家都釀造很多很多不同特色的葡萄酒 當然在寧夏酒區來說 現在基本上都是以葡萄品種為一個 主導帶動的一個認知葡萄酒味的一個方法 所以你看到很多酒上都仍然會寫著 赤霞珠 品麗珠 這些不同的名稱在酒標上都 再者另外還有一個比較上特色一點的 我們之前幾集都說過 就是一個列級酒莊的分級制 現時寧夏是2013年開始 做好了列級酒莊的分級制 當時已經訂立出來 已經有五大等級 但因為他們每兩年會做一次的評論 每兩年會監視一次 所有酒莊都叫做出來的酒 到底品味品質去到哪個部份 現時來講去到2017年來講 是最後一次的檢視 已經形成了有非常多的列級酒莊出出來 不過去到2017年也好 暫時都未曾有1級酒莊或2級酒莊 而3級酒莊一共有3間 而4級酒莊一共有12間 而5級酒莊一共有22間之多 所以現時就是 去到2017年最後的一個分佈 就是這樣的情況 希望大家將來如果認識了 我們遲些都會將一個系列的列級酒莊 說出來給大家聽 讓大家將來認知零下酒莊一望到的酒莊 就知道這個原來是屬於什麼類型 什麼級別的酒莊 當然還有一部份的酒莊 現時未曾進入到列級酒莊分級制裏 仍然有51加之多 將來我們希望 未來2020年再做review時 會有更多出色的酒莊進入列級酒莊裏